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了 以前我那时候啊 出门全是地铁啊 打车地铁啥的 你看现在 基本上就是猪 天天看猪 哎呀 小江北漂归来的消息 传到了家乡里 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就没有一个人看好它 原来江妈妈在当地 是个养猪大户 养了一千多头特色猪 您瞧 这个给猪放风的场地里 里面的猪是一个比一个欢式 你看它是中毛 这很硬很硬 跟那个野猪差不多 有点扎手 扎手是吧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今年遇上了疫情 猪一下子就卖不出去了 当时看它们都丑 一天吃了很多饲料 也卖不出去 然后这边 你也没人上门来收猪了 所以非常丑 就是想放弃 就是不想干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小江回来了 在北京生活的这四年里 他见识过 也吃过不少好的农产品 家里养的猪 品质也并不差 他回到家第一件事 就是想扭转眼前的困境 北京有一些的那个超市 卖的去也挺贵的 然后也是那种 就是杂交成的那种野山猪 然后我看的肉质 是跟我们还是很差不多 然后我一看的价钱 一百六七十 然后我都一斤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我非常惊讶 然后我说那这么贵 然后还修炼还挺好 还有人买 这次回家 小江一是想把猪肉卖出去 二是他还想着 家里高品质的猪肉 值得卖个好价限 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是如何做到的呢 哎呀以前我属于 幕后工作者 属于这个运营编导 然后这一块 我以前就真没介绍过 然后包括现在大灯光啊 我现在都已经是职业的了 包括怎么摆啊 怎么去那个设计啊 现在都我一个来 然后剑机 以前都一个来 现在你看我这头衔 你看这西服 都已经是什么大人模样 每次开直播 对于这个小伙子来说 就像去相亲一样 在疫情期间 他在网上积累了不少客户 这期间 他还发挥之前工作的特长 将一些作品剪辑以后 放到网络上 现在我这个整个剪辑视频呢 然后因为我们平时以前呢 就是多拍那个主 然后感觉自己没啥 感觉没啥意思 然后我就不行了 就整点小动画那种的 然后让它动起来 然后去通过剪辑也好 通过什么也好 然后让它那个更有趣 每天的行程是满满当当 上午把自己打扮帅点 吸引人气 到了下午的时候 不用露脸了 就直接穿上防护服 把直播间从家里 搬到猪舍里 带大家看猪 以前我不会穿 老板就整弹了 然后整坏了 哎呀 现在就坨了 现在基本上 一下子穿上去 你看哦 给人表演 一秒穿一 哈哈哈 看嘴一下上来 各位老铁们啊 看看 这个来到展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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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约现在市场价 咱们这边的猪是40块钱左右一斤 虽然咱现在光看人是不过 但是都是奔着这个订主的这个人 然后每天咱这个直播的时候 都有一两头猪已经订出去了 就是这么一顿折腾 疫情期间小江硬是帮家里订出去了300头猪 这期间他也克服了不少困难 最开始就这个味受不了 这个上头 但是现在我要是不闻 天天都难受的 这猪就属于咱们猪场里的明星猪了 这是咱们最大的种猪 这猪刚开始的时候我可是不敢碰它 那那个害怕瞅他干什么事 你说人块头是在那的 但是现在就没事 现在就比较熟了 跟他算是天天打交道 我还是属于熟了 咱俩说熟了 哈喽 现在的小江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 人也变得更加成熟自信了 每天与共同养猪的合作伙伴一起开会 大家都比他年纪大 可是都挺他的 我就是说那笑话 我就是说昨天销量还挺好的 这边应该是卖出去的 是说五百多年是吧 换一种思维 换一种角度吧 因为现在很多我们老百姓可能看到我们这直播的时候 是感觉我们这个做挺好的 家里的猪不愁卖了 有钱一起赚 小江今年还成立了合作社 拉动了周围三十户村民 与他一起养猪 最好是大家一起赚这个钱 对不对 一起富裕 对不对 这个猪杆和这个母猪都他们给提供 往事之后你这个猪杆和这个 你怕这个有风险 人家这个合作社人家回收 这个猪杆你是六百到八百 那个技术不等 对不对 还有技术卡是没信 往事这个玉肥这个猪是十二 就没进十二 小江回村满打满算快一年了 偶尔他还是会想起大北京的车流不息 五光十寸 他们喝卷 这以前就是我跟同事一起做的 这样这种环境 现在也有同事问我 问我干啥呢 就是说养猪呢 不管是在北京的时光 还是回老家养猪 小江说 他的人生就像一首歌一样 酸酸甜甜 就是我 尝过不被理解的心酸 才能收获甜甜的事业 他相信不管在哪里 是金子 总会发光 咱下面要说的这一对小两口呢 干啥都是一条心 扣棚种起了君子兰 而且呢 在直播间里还打擂台 比赛看谁卖的花多 赛到什么程度呢 这俩人的嗓子都喊哑了 那这花卖的怎么样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吧 一个好品的啊 高品 对 六十六十有效 好八十有效 五 四 三 二 一 扣两 八十有效 好 给你写爬啊 两天后给你发货 回家呢咱们啊 别那个水太大了啊 别盆大了 别水大了 正常氧啊 特别好氧 今天啊 温度有点低 所以说今天不能放货 家住沈阳市沈北新区的小两口 通过手机直播卖君子兰 仿佛置身拍卖会的感觉 小两口每人一天直播三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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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直播都得喝点 不要软 那我扫得太紧 别看小两口平时相互关心 可真到了卖花的时候 人家更像是竞争对手 每天直播结束之后 两人都会相互晒出战绩 你看这是我家 我夫人卖的 卖这么多 你看再看我 这一边是属于我的寄养区 这一边 哥夫开友 这很多空闲的地方 都是已经给发货发走了 那你卖的比媳妇多 是吧 那必须的 大从开直播起 俩人的嗓子就一直是哑的 付出了努力的同时 收获也是喜人的 我们现在来说一天一百多盘吧 照就是说 每直播之前 一个月能多收入两三万 那快钱就结束吧 今年是小两口养君子兰的第三年 之前俩人在沙阳的水果市场卖水果 一干就是十多年 卖水果吧 咱也是可以养家糊口的 也是不错的 但是说呢 我为啥改成就是养君子兰呢 因为君子兰 咱们就是不用东奔西跑的 可以说是自己在花 那个花棚里边种就可以了 属于自己的产业 小两口就这么一商量 决定在沙阳市最大的君子兰花卉基地里 扎下根 把卖水果挣到的钱 换成了两个大花棚 开始种君子兰 君子兰不是啥难打理的花 随着年份的增加 还会越来越值钱 当年卖不出去的君子兰 还可以通过打子来作为种兰 培育下一代 可在北方种植君子兰 总会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那就是月冬 其实咱们养君子兰也不容易 就像这盆 就像这盆 就是说在冬季来说 这个叶片是怎么伤的呢 就是说外边太冷了 都是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 咱们呢 棚里边呢 得生火 取暖 把这呢 里边的比较暖和 滴的水珠 就是棚上边滴下来的水珠 所以说滴到这上面吧 就造成了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 咱就得呢 等着新叶上来 把这老叶退掉 才能卖 三年时间 小两口不断地学习种植技术 如今两个大棚里的六万盆君子兰 能保证大部分都是好的品项 叶面花泵亮 至于花呢 就是这个板面呢 这个清晰 这纹解清晰度比较高 青筋涅膜 青筋黄色 这种算为花 泵呢 指这个纹解呀 比较突出 眼睛能看到 手能摸到 这种为泵 亮呢 指的是这颗花的品质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辣膜度高于低 高就像是糖油 种植技术跟上了 小两口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 尝试种植新奇特的君子兰 像这一款啊 这款呢 就是转运兰 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 基因嘛 跟别的兰是不一样的 看到吗 就这一款 所以说呢 管它叫那个转运兰啊 也叫呢 八方来财 随着直播人数不断增加 买花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为了保证君子兰 能发往全国各地 小两口也在包装方面 下了功夫 那个塑料袋包根啊 保住它那个水分 然而是呢 用包纸给它那个叶片呢 给它包裹一下啊 怕它那个受到水伤 什么的 保住一点的啊 就让它那个水掉 叶尖 怕它那个漏风 现在风比较大 如果风上了之后 它叶片会受损 这样给它包裹上 包裹上 把它呢 给它沾一道 直接呢 放在壳里就可以了 五六天 从刚养花时候的内心忐忑 到现在的熟能生巧 小两口这一路上 付出了很多 妻子盛小红说 原本自己可是好嗓子 也爱听甜美的歌曲 现在嗓子哑了 唱起歌来像甜震 可这也没啥不可 一路上风雨彩虹 终于有了属于 他们俩人自己的事业 明天会越来越好 咱们中国石油放心农巴 已经正式营业有一段时间了 黑土地呢 也给大伙精选了好几个好品种 保准让您放心 啥品种呢 跟着二鸭胖鸭小姐俩 一块去看一看吧 好透了 今天可好透了 你 啥玩好透了 胖了吧 你咋不到仇呢 胖这熊样了 你太好透了 啥玩呢 咱说是苞米 苞米又胖了 什么苞米啊 别说啊 你家这长得是真不错 这啥苞米啊 这个是西元二号 它说是一个广式径墙 奈吉伯的一个玉米新品种 紫根子叶 抗性非常好 根气非常发达 扎地扎得非常深 而且能把地下深层的水分和养分 吸收起来 供给咱们这个蜘蛛生长 起到这个抗旱作用 它的上部叶片 是所谓是那个非常紧凑 这样抗风等的就强了 像平地 坡地 港地 二八地都可以种植 咱这个今年这个天天表现呢 是非常突出的 二姐 你参一下吧 你家这帮里面今天弄多少 这也就二十公分 西元二号啊 这个帮长是二十三到二十五公分 套呢是十六到十爬当 咱这么算 干粮绝对是初期两粮 你三千八百株 大伙可以自己算下这个产量 他说的这么好 咱种密一点 那产量不更高了 可不咋的呢 就是密度一定要适中 千万不要盲目地过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盲目地过密之后 田径的通风透光 不好了 就容易得病 容易倒服 所以说我们在种地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这个品种来 定它的这个密度 哎呀 有油味吗 哎姐姐 啊 你看呗 这么一整啊 还得是胖啊 胖了有产量啊 苞米胖行 你可别胖了 都啥样了 还吃 又说男话了 哎呀妈呀 这小姑娘长得也太好看了 谁呀呢 胖鸭没谁呀 合计呢 给大伙送点小礼物 这不嘛 把咱害土地主持人的 这个挂历给带来了 连着种子化肥呀 一起送出去 这次我们的幸运观众 是来自傅蒙县 大顾本镇那四村的张瑞祥 张大爷一大早啊 就召集街坊邻居 来他家开会 为开村种地做准备 看看不倒的 不找虫子的 地一半 大顾本镇那四村的土地 肥力不够 沙化严重 所以年年选种 都挺让人发愁 最近几年 张大爷买种子 倒是买出心得了 虫子六三五 他那个梁城 不倒羊 不招虫子 完了是啥呢 岁子相当有 他那个地里 都跟别人的 完全都一样 我听说咱那边都可汗了 那可不 六七七天米相有 我们这边是啥呀 那个龙小 到不了五百的龙 完了一尺一的猪鸡 你自己算一下 不用说多少 就是一次打半斤了 你算了多少 那也不少 那对 那一千五六百斤 能够上吗 咱也够一千六七百斤 别人家种地 是为了卖粮 而张瑞祥不一样 家里养了三十来只羊 这打下来的苞米和结杆 羊要是瞧不上眼啊 那可就糟心了 羊爱吃不 爱吃爱吃 活盖都爱吃 还有驴不是 一刻都不倒 没有倒的 没有倒 一刻都不倒 红硕六三五 抗旱抗倒产量高 米质好 活盖熟 就算地薄点也不是事 张大爷推荐好品种 那好服务好技术 就留给咱技术员吧 因为吧 现在我们连德省的这个 春天风比较大 所以说那个 容易跑少 所以我们要根据商情 来适当地掌握种植的深度 那个如果说要是 种植过深的话 种植不发芽 种植最好的深度 是在三至五厘米 杂质土的话 可以深一点重 年限土的话 可以甜一点重 还好吧 就是说种植事件 就是最好别太早 五月十号左右 或者是五月十号往后 送挂丽 是小 送上贴心的服务啊 才是咱海土地 最重要的事了 一年之际在于春 春耕备耕正当时 乡亲们呢 马上回起来吧 咱们都知道 盘景呢 以水田居多 种玉米的少 那么在盘景种玉米啊 就得考虑这土壤条件了 得抗倒抗烙 还得耐盐碱 什么品种能过关呢 一块去了解一下 杨宁卫视黑土地 服务就在您身边 对于咱们 种植包米的乡亲们来说 要想要有一个好的产量 选好品种很重要 其次呢 这个种植技术 像我们说的田间管理 也不能忽视 那今天咱们黑土地的技术员 就带着我们黑土地 给大伙推荐的好产品 还有好技术 来到了盘景市盘山县 古城子镇 夹杏子村 根据当地的土壤条件 还有气候条件 给大伙出出主意 把把关 今年夹杏子村的 不少乡亲们 都打定了主意 买种子呀 就认准黑土地了 啥原因呢 种子表现好啊 刚买完了 买了多少 买了三袋 买的是哪个品种 那个新米枣6608 之前种过咱们黑土地的种子 去年就种的这个 去年种的是哪个品种 五七零 五七零 怎么样啊 这效果 这个挺好 反正它不倒就行呗 咱们这块是倒幅的比较严重啊 是啊 年年趴呀 死开的就是 在去年这五七零是确实挺好 关键它没倒啊 不倒就行啊 产量呢 产量还行 去年高产 它不得一千七八六七 我们家这几乳地 这照片往年得多达一千一两千斤 五七零和这个六六零八是吗 以前种过吗 咱黑土地的种子 那五七零种过 咋样啊 效果 五七零还行 十岁 十岁 他不怕呀 高手 看老夫的 六六六吗 以前种过咱黑土地的种子吗 没那没种 我听别人说种的挺好 我又来买 为啥技术员给咱们盘景地区的乡亲们 要推荐这个新品种 万玉六六零八呢 它又有哪些优点呢 像咱们盘景地区啊 主要以水田为主 咱们那个种子汉田那时候玩的比较少 就是玉米 竹掌那地方呢 相当少 一般都以水稻为主 土地条件呢 一般都比较差 需要一个抗汉 抗导服 而且抗减性比较好 这样的一个品种 万玉六六零八呀 它是一个指杆指根的一个品种 所以说它抗导服能力非常好 再加上万玉六六零八呢 它的气声根非常好 根系非常发达 砸地也砸地非常深 所以说它抗汗能力也特别强 再加上它独有了一个抗减性 所以说万玉六零八这个品种呢 非常适合咱们盘景地区进行种植 当然了 在技术指导方面 咱们技术员也是相当负责任的 针对不同的地区 都会给乡亲们提供一些种植小建议 让大伙旋转放心 种植也更安心 4月20号你俩溜吧 那都是开始种方式 但是大叔啊 我建议你呢 也还是适当地完博 虽然说你们这边呢 它以水道为主 对吧 因为你们这边水材都多 但是呢 玉米呢 这个作物呢 我建议你 也是适当地完博 稍微晚一点博种 不用4月20来号 能忙得过来的范围之内 尽量的一个完种 因为前期播种太早 它低温太凉 对种子整体呢 一个出苗发芽 包括后期 它整体的一个稳定性 尽可能的晚播种 最好就是做到啥呢 5月10号左右 这个期间段进行播种 总之是最好的 出苗还快 而且那后期 它的稳定性更好 咱们黑土地 现在也已经开通了 植保问诊的功能 大家伙呢 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 聊试黑土大吉 找到质保问诊板块 就可以在线咨询 我们的专家了 那如果说您还有问题 也可以随时拨打 咱们的热线 400-6818-801 024-8652-8168 放心农巴 是咱们黑土地 和中国石油 联合推出的项目 那目前 在咱们辽宁省内的站点 已经有一百多个了 那具体销售情况怎么样呢 当地的乡亲们的反应 又是如何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放心农巴 放心行的第一站 来到了位于大石桥市 博洛铺镇的 大石桥第十加油站 今天要在这里 办一场农资推介会 这不是技术园小楼 和中化农业的富郎师吗 乡亲们一看有熟人 一股脑都围了上来 唠唠自家地块 适合种啥品种 请教请教 化肥一面棋的使用方法 非常压盛 这一半基本上就是 粗粮也是十粮五粮 积收能上密度 肥肿了下来 倒不可笼 这样长得最好的 听他接着那个水味地 耿着耿着厨 耿着厨 耿细屏 化的挺好 它康中康倒 二边肥 你根本就不用准的 真好 把我就捏捏上去 我就不来买点种子 买点化肥一份 买多少啊 哎呀我今天买多少 买点八袋的 不落步镇的乡亲们 都是咱黑土地的老粉丝了 自打听说了镇上 中石油加油站 有了放心农巴 他们就顺道 上站里逛了逛 选购的都是 看得见 摸得着的好农资 进面呢 因为出来就到 就起步了 就走着都走到这 咱家吧 去年我就买的黑土地走着 确实挺好 今年我就开出 上了 假如上 电视报的 对不对 假如上我就上 放心能骂 找到谈家来了 因为现场线下 就是它一个实体 包括一个我们 可能当时现场 有个交流 这可能比较及时的 所以它可能对于 加深它对于 这个品种的认识 理解 这是非常好处的 十勒母地吧 王贵梅大姨 今天是把春耕用的 种肥都买齐了 用他的话说就是 咱们就认大品牌 黑土地 正是两个企业嘛 对对的 这边都是一家产的 所以说我对这个牌 对这个地上我就来了 虽然黑土地 大品牌 对对 正是永远是大品牌 正是这都是国家产的 真的信不起你 怎么比小点强啊 对对 西渡真高 这事高 我不是夸 也不是那什么 因为你这个地点拍着好 你不好 人就找你来了 你真大叫 让你糊弄 人谁能干 今天的农资推卸会 加油站里的工作人员 全体上阵 短短两个小时 就迎来了一个 销售的小高潮 玉米粽子的话 能销售了133多段 化肥率总共销售了 将近5吨 总共合计金额率能达到2万余元 放心农巴 给乡亲们买种买肥 提供了一个新的线下渠道 大伙儿啥时候路过中石油的加油站 想着进去瞅瞅 咱放心农巴 可能已经开到您身边了 农业现代化 是咱们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 可是一听啊 这造价和投入 很多人呢 可能就有所担忧了 那今天咱们就去 新明的一个现代化大棚 看看这高投入呢 都是用到哪 这效益又怎么样呢 一块去看 造价500万的大棚 你见过吗 而且没有后墙 不用保温被 那今天啊 我就带你来到 新明市的大明屯镇 来看看这个大棚 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哇 华姐 我听说你这大棚造价500万呢 钱花哪了 我们从上往下看哈 你看上面这个膜 我们这个膜呢 是一种散射膜 所以你刚刚看到太阳光 如果你直视的话 在外面太阳光会非常刺眼 但是在这个棚里面 透过这个膜 你去直视太阳光 它就没有这样刺眼 所有的光 透过这个膜 打开了之后 整个环境温度 会比较平均 这个是我们吸收光热的 一个特殊的膜 就是让它受热比较均匀 对的对的 然后再看我们这些菜 所有的蔬菜 是靠着营养液 24小时循环 来供给这些蔬菜 华姐 另外我听说 咱家这个大棚 它是不用后墙 而且不用这个保温棉被的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有一点 特殊的科技在里面 我带你去看看 走看看 姐咱就用这个薄膜 就代替后墙了吗 看起来非常的不起眼 是吧 就是啊 我们外面还有这层 就是普通的PO膜 就是里面还有一层膜 然后再加上这一层膜 其实最关键的 就是这一层膜 晚上的时候 主要是给它保温嘛 那这个造价 跟这个后墙比呢 那一定是便宜很多嘛 那如果咱们这一块 能便宜很多 那咱这500多万 花哪了呢 这个温室最大的核心的地方 在于蔬菜 蔬菜的话 就在于我们所有 可以给蔬菜 供给营养的这些设备 包括你脚下 但它下面全部都是管道 这些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这些黑科技 才是整个这个温室 最贵的地方 鸾姐听你说完 我现在就觉得 只要是脚下踩的土地 现在里面都是大有成分的 是这样的 对 那咱们就是底下 这些循环系统 它的总体的这个装置在哪 我带你看一下它的源头 像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整个植物工厂的核心 你看到前面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原水罐 这个原水罐 不是我们普通的这种地下的浇灌用水 这个原水罐 我们为了这个植物工厂 我们单独地设立了一个单层 反渗透的水处理车间 也就是说这个罐子里面的水 实际上是可以达到我们人的直接的 也用标准的 我们用这样的水 然后来匹配我们这个进口的营养液 有两种不一样的营养液 鸾姐你说刚才我就特别好奇一个事啊 因为我刚才看咱这个蔬菜工厂里 有小铜蒿 有小油菜 有小白菜 不同的这个蔬菜 那它对于这个养分需求是不是也不一样 对 不太一样 那怎么能做到就给它配备不同的这个营养液呢 靠它 全靠它 这个就是我们植物工厂的 我们可以称之为它为大脑了 我们每一个单元种植的叶菜 所有需要的营养液的这样一个配比 全部靠它来完成 我们进行设定之后 它全部都是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 估计营养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简单你这一套大脑 再加上这个营养液这一套设备得多钱 像这套设备的话 整体的一个水肥 大概是在不到80万元人民币 瞧着没 带框来的 这么高标准 现代化环境下 种出来的蔬菜能不尝尝吗 那不白来了吗 对不对 这个蔬菜啊 一般来讲 我们摘菜的时候呢 是用剪刀 直接沿根把它剪掉 它所有的根系都长在下面 然后这个五仿布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次性的 这样的话 就是避免它会滋生细菌 哦 姐 像咱们这么大一颗生菜的话 一般生长周期菜多长 去 20天左右 我们平均下来的话 一年可以做18茶的蔬菜 所以你看它只有2000多平方米的面积 但是我们保守估计 计算下来的话 一年它出产的这个蔬菜的量 是40吨到50吨 在我刚来之前呢 我觉得500万移动的大棚 这个投入着实是挺高的 但是了解了一圈我发现 像我手中这样一颗生菜 一年能产18茶 一斤能卖到20块钱 所以说这里边的收益呢 是有账可算的 那在今年我们国家的一号文件当中呢 也再一次强调了农业现代化 所以说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像鸾姐一样 能加入到我们农业现代化的大趋势当中来 能为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黑土地是咱乡亲们的老朋友了 给您推荐的种子呢 也是咱们黑土地经过多年的精挑细选的 咱们呢只选对的 不选贵的 选种是头等大事 这种子要是买错了 这一年就白忙了 所以乡亲们在购买咱们黑土地种子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渠道 在正贵的地方才能买到真的种子 这第一种方式呢 是搜索咱们聊市黑土大集微信小程序 24小时随时在线 随时就能下单买种子 这第二种方式呢 是拨打咱们的电话 400-818-801 024-8652-816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